那么这巨蟒呢 就把这轿车这么一围 等大伙一看雾也散了 蟒也没了 再一看轿车呀 也空了 素秋是踪迹不见 回复韩全 韩全大怒 胡说八道啊 接人办道会接丢了 让蟒给吃了 分明你们这里边是贪图我的钱财 连人带钱给我管跑了 打 那么余锦安那头呢 这两天真想妹妹 整赶上过了几天 余锦安呀 派车接自己的妹妹 到尚书府一问呢 说给接走了 余锦安一琢磨我没派人接 他怎么说接走谁给接走了 遍世界一找找不着 余锦安感觉大事不妙 可就报了官了 官府一瞧 这里头有一个 上书府的事儿 把牟甲给拘来这么一问 先开始牟甲还是百般抵赖 最后说的这个瞎话漏洞百出 实在扛不住 把韩全可就招出来了 那么韩全呢 到案之后还挺空 我爸爸是侍郎啊 你能把我怎么样了啊 哪知道啊 这个府里头惧怕侍郎的事里 给侍郎啊写了一报告 韩侍郎一瞧这事儿就急了 我儿子在家里边怎么办出这事儿 这不是人的 我呀向里不向人 亲自写离回姓 告诉顺天府 此事严查 不要姑息 别喊他我儿子 依律法办 顺天府 这回有人给逞腰了 再把谋甲 跟韩全给拘来啊 这官司可就好打了 两恩万般无奈 这才把两恩定的阴谋 全说出来 把俩人也下了大牢了 结果谋甲 跟韩全 都是不得善终 这也是这两个渣男的 罪恶下场 您说这俩人多坏 就为了 贪图诉求的美貌 一个丧尽天良 卖媳妇 以还赌债 换俩丫鬟 另外一个是 不择手段破坏人的家庭 拆散人的幸福 那么素秋怎么样 您忘了 咱们开书的时候就说了 素秋会脚趾儿 感觉那巨马啊 也是素秋变的 凭着他的聪明智慧 和他的本领法术 化险为夷 那么他真找了一个穷秀子 这穷秀子还真有一老妈 还就双师母 完全按他当初给自己设计的 那个条件 则序 领着穷秀子 带着虾妈 回到了与锦安家 一家的团聚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